議員陳漢禮昨日召開記者會表示 積極南河宴目前水資源分配不均 漠視農民灌溉用水權益 本來積極南河宴的本意是有一部分 是要來送到八卦山台地來做灌溉 可是現在的積極南河宴卻是變相的 九成以上的農業用水都調度於工業用水 我們這個工業局每一度像這個農田水利會購買 大概是兩塊多 然後在每一日平均三十萬公噸 賣給我們這個工業區 平均每一度四塊至五塊錢 我們這些農民呢 要買這麼貴的水 那你今天你工業局卻是以低價 來跟水利局來買水 卻是以高價賣給六清 議員陳漢禮指出 工業局重工金農 以低價購買農民灌溉用水 賣給六清工業區使用 平均每天有三十萬噸農用水 備一座工業用水 忽視本縣農民用水權益 建議我們國家的重策呢 一定是以農業為先 尤其是我們南投縣是以農建縣 那你們現在這種做法就是在跟我們農民一起來搶水 那我希望說未來 如果有機會進來國會的話 我希望說一定是以農業用水為重 然後再以工業用水為次這樣子 南投以農立縣 議員陳漢禮呼籲工業局 在灌溉計劃完成前 除了應該貼補南投農民購水費用 經濟部和縣府 也應該正式濁水溪水資源分配不當 造成的枯竭揚程 地層下陷和地貌改變等環境問題 因為這種藍河宴這種不天然的這種做法 我希望說我們國家趕快想出一套辦法 不然的話基本上你花200多億呢 蓋這個集集藍河宴 是為了來供應六清的用水 然後藍河宴在短短20年以內就快要折腰了 這種用人民的納稅錢來土力廠商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可恥的 集集藍河宴造成的生態問題 一人承翰力呼籲縣府能夠壯視 儘速改善 民意新聞簡易分南投採訪報導